要讓你這些程式 因為錄完東西呢 假如你下一次隔個幾天之後 或者一段時間回來看 你可能也完全看不懂 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所以只要那個你是做開發工作 一定要養成好習慣 什麼樣的習慣 因為你一定會忘記這些東西 在這個時間點你可能還記得 但是過一段時間一定會忘記 不管你再怎麼聰明的人 你一定會忘記 所以怎麼辦呢 請你養成好習慣 就是把你剛剛做的動作 逐一的怎麼樣 在上面加一些註解吧 那怎麼加註解 第一個 註解的模式 我剛剛講 一一定要單引號開頭 二的話就輸入那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 比如說第一個步驟 我就插入C欄 假設我這邊就輸入那個 後面的至於那個註解 要寫什麼東西 其實沒有標準的答案 你可以 因為這個東西是寫給你看的 所以你怎麼寫 只要是你看得懂的 那個為原則 所以 跑掉了 所以你這邊的話就記得 單引號開頭 1 那做什麼呢 它就是 OK 好 那你把它移開之後 你會發現 它這邊呢 就會變成綠色的字了 那綠色的字表示說 將來 程式看到它不會執行 會直接跳過 OK 第一個 那接下來就說 你要能夠慢慢看懂 其實 因為 這個是美國人設計 所以它裡面的語言 其實也沒有很困難 但是就是用英文而已 所以你要知道說 它裡面的表示方法 那也就是以後 你只要慢慢慢慢錄久了 你會看得懂 看得懂之後 你又會自己寫 自己寫之後的話 你又可以自動化 這有點像 你剛開始學英文一樣 而且 你會發現 那個學程式 真的慢慢英文程度 好像也會變越來越好 因為裡面都是英文的 這沒有辦法改變 因為這美國人設計 它不可能說 哪一天突然把這邊全部變中文 讓你中文表示吧 那其實它有個基本的概念 第一個 比如說我要插入C 那實際上它是什麼 第一個 我剛剛做兩個動作 第一個做什麼 Colents Colents指的是藍的物件 那哪一個藍呢 後面刮弧就是 那個C 冒號到C 意思是C藍 點Slice這個動詞 我剛剛做了一個動作 點下去嘛 對不對 點Slice就選舉它 後面這一行就Insert Insert到它的右邊 有沒有 所以基本上 第一行跟第二行是插入那個 就是C藍 然後第二個動作的話是什麼 第二個其實就是 就是游標放在那個什麼 那個C2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是那個 游標放C 不過這裡面 它打得蠻多的 所以我這邊有已經寫好的 這個把它附置 我把它雲端上面也有了 這個是第二個 就是然後輸入第三個的話呢 第三個實際上我是輸入那個公式在 在那個C 在那個 C2儲存歌裡面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什麼 自動向下填滿 點兩下 所以這邊的話呢 基本上我就 把這個向下填滿 當然 1234 分別把它輸入上去 這樣的話我們就 大致上完成 我們的那個 聚齊錄製 加上註解這個 我是覺得還蠻必要的 當然有些 有些人可能習慣就算了 反正錄完之後可以跑就 就過去了 但是有時候你回頭看 你會發現很多地方 你會都不知道到底在做什麼 但是如果你加上註解之後 也是一種學習 那裡面的話呢 還有一個可能可以再精簡的 其實程式裡面 因為畢竟呢 他錄製聚集的時候 他是用 記錄你滑鼠跟鍵盤的相關動作 所以有的時候 會多寫一些東西 比如說哪一些呢 其實 那個 他一般會寫什麼 C欄點Slater 然後呢 因為Slater的話呢 會多 會產生一個叫 Selection的物件 所以這個地方 Slater是動詞 Selection呢 他會變成多一個物件 有點像一個名詞 你選取嘛 然後Slater是選的什麼 範圍 OK 但是一般習慣這樣 其實也不用那麼囉嗦 其實Slater跟Selection 其實就指的是這個東西 就是C欄 所以通常如果我看到 Select跟Slater的話 通常我會怎麼樣 把Slater跟Slater清掉 但是留一個中間的點就可以了 Slater跟Slater 中間留一個點 然後把它Delete掉 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少一行 OK 你會發現其實 在那個Excel裡面 蠻多類似的東西 像底下這一行 C1.Slater 就意思是游標放在C1 然後輸入什麼 輸入那個產品名 其實這邊可以簡化成什麼 簡化成這樣子 就是把那個Slater跟後面那一串 把它刪掉 其實留下什麼 產品名稱 意思就是說把那個 產品名稱這四個字 的字串 丟到那個C1裡面去 OK 然後底下這個Slater 其實也可以啦 就一取同工資 那只是說 如果你今天喔 下面這一行喔 假如把它刪掉的話 底下會有個Slater 它會找不到頭 因為你一定要Slater 才會有Slater 所以如果你今天把上面這個拿掉的話 比如說我一樣喔 把這邊刪掉的話 那它會造成就是說 這邊找不到 這個Slater 你沒有Slater 怎麼沒有Slater 那不過沒有關係 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這一行 這個Slater 改成什麼 改成C2就可以了 Range C2 那這樣的話呢 就把它填上 這樣也可以啦 那最後呢 這個地方有多一行 Range C2到C20變成 意思說 這幫我選取 可是我覺得這個動作 好像有點多餘 其實這一行你可以把它刪掉 最後的話 其實精簡再精簡 就變成這樣子 其實只要四行 就四個動作 不過這個 至於要不要精簡 精簡到什麼程度 當然也沒有一定啦 如果說你覺得 程式可以跑就算了 你不精簡 它也是一樣照好 只是說像我的習慣是 我會有那個程式的潔癖 我只要看到那個程式太融長 看起來 就是多一行 不輸 就會覺得感覺好像 你一定要把它 稍微做個處理的話 那你可以把它處理成這樣子 好 謝謝 給我看看 有